非政府组织计划在首相安华的官邸外 举行反安华示威集会 不成公正党向警方报案 呼吁警方对此展开调查 名为Dami Nagar的非政府组织 在社交媒体发布一张宣传海报 预告将于6月29日下午40.30分至70.30分 在首相官邸综合大楼外的停车场 举行名为人民反对安华第一回合的示威活动 据Bulletin TV3报道 公正党部城支部主席莫哈默菲克里 今日在部城警局报案后表示 该集会将间接威胁国家安全 因为它试图煽动民众推翻政府 破坏国家经济复苏计划 该非政府组织似乎想通过煽动人民反对安华 以制造可以推翻政府的错觉 它希望警方下令阻止该示威活动的举行 并调查该非政府组织的领袖 他补充说 这次集会还可能会影响外国投资 并对我国的政治稳定产生负面看法 主办方还质疑目标示柴油补贴 认为给补贴是政府的责任 莫哈默菲克里表示 一些公正党的州领袖也会就此事向警方报案 大马民主联合阵线穆打和马来西亚民权共识党 叶瑞麦将不会参与双西八甲州一席补选 穆打今日发表声明称 经过中央和槟城领导层的一系列讨论后 决定不上阵双西八甲补选 尽管如此 穆打表示将继续在议会内外代表人民的声音 关注生活成本问题 施压要求所有政府和反对党议员公平分配拨款 并推动尚未实施的改革 最近穆打就几个重要课题发生并施压 例如IMD对2024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 马来西亚排名下滑 通货膨胀问题 反贪会威胁两名律师 反贪会首席专员阿战巴基的任命问题 以及民粹主义的补选承诺 这些问题都需要立即关注并采取行动 以造福人民 此外 穆打还完成了复兴议程的第一阶段计划 并公开了党员注册网站 声明表示 接下来穆打将专注于第二阶段复兴议程计划 服务州和议会层级的政治工作 更多资讯将在之后公布 另一方面 民权共识党主席拉马沙米也表示 该党不会派遣候选人参加双西八甲州一席补选 也不支持任何政党 他指出 民权共识党将展开自己的活动 以确保选民做出正确的选择 我们自上周已开始以悄悄化的方式进行活动 我们到双西吉舌元秋与当地应议社群会面 巫统最高理事会议决 委任国阵总秘书兼巫统最高理事赞比里为双西八甲州习 补选竞选主任 并启动选举机关以协助团结政府候选人祖哈里胜出 宾州乌统主席拿督木沙则将担任竞选主任 而最高理事阿末马斯兰则担任竞选行动室主任 前卫生部长凯里 嘲讽团结政府发言人法米过渡宣传政府即将会宣布的 惠民好消息 最终首相安华宣布鸡蛋价格下调三鲜的结果却不尽人意 凯里在主持的播客节目中指出 安华宣布鸡蛋价格下调前 法米事先预告了这项宣布 导致人民对首相的宣布期望甚高 他表示 最终的宣布是每个鸡蛋下调三鲜 虽然这确实有帮助 但影响不大 我们感谢政府的帮助 但这不是一个扭转局面的宣布 他认为 法米不必预告所有事情 这样的预告反而使得此次宣布在社交媒体上 成为嘲讽的材料 民政党全国熟理主席胡洞强 猛烈抨击教育部长法迪娜固执如牛 无视全国华校的反对 坚持指示 全国政府学校必须遵从双语教学计划 DLP指南 强制至少开设 一般国语教授数理科 甚至还强调没有一所学校可例外 胡洞强在文告中指出 法迪娜昨日语气强硬地表示 DLP指南已经推出 教育部会前往无法实行计划的学校协助 确保所有学校都能落实此计划 完全没有讨论余地 不把校方和家长的意见放在眼里 本月初 槟城十一所华中 联署反对教育部的这项政策 因为该政策已引发 家长与学生的强烈不满 由于没有学生愿意选择 进入国语教授数理科班级 校方被迫强制筛选学生 导致校方与家长学生之间 产生对立和矛盾 让校园充满分歧 他还提到 马六甲十二所 华中与华小的董事部 在四月苗也联署 强烈反对教育部强制学校 至少开设一班国语教授数理科 事实上 全国各州的董联会 及华中发展理事会 已经对此事表达明确意愿 要求教育部无误单方面改变现况 但法迪娜依然充耳不闻 胡洞强指出 这一政策已违背双语教学计划的初衷 旨在加强学生在理工 及既职教育领域的学习 协助实现我国2030年 新工业大蓝图目标 他表示 双语教学计划 不仅让学生有机会 深入探讨科学领域 也提升未来就业能力 使其具备全球竞争力 他谴责法迪娜态度傲慢 拒绝聆听家长的意见与要求 丝毫不尊重家长和学生的意愿 胡同强还促请 来自行动党的教育部副部长 黄家和担负起责任 在教育部进行内部协调与争取 让国内华中 能继续保持DLP政策下 全面以英语教授数理科 并促请华裔部长 尽速将此课题带入内阁讨论 以解决问题 教育部要提升马来文水平 必须从马来文语文科目下手 才能看到效果 而不是把英语教授数理科改成国语 只怕到最后将两头不到案 惨害学生的马来文和数理科都搞不好 土团党党编拿都司理罗南建迪宣布 该党已向国会下议院议长办公室 递交通知 表明支持首相安华的 六名国会议员党籍已遭到终止 并申请悬空相关议席 罗南建迪在文告中指出 土团党根据联邦宪法第49A条款 向下议院递交了 有关议席悬空的通知 涉及的议席包括日理、化妄生、五级甘当、江沙、丹荣加弄和纳米 他提到 吉兰丹州议长拿都莫哈莫阿玛首开先例 宣布悬空能及里州议席 这是符合丹州宪法和联邦宪法的正确决定 因此 根据联邦宪法第49A条款 下议院议长必须在接获通知的21天内 确保议席悬空 前议长丹斯里阿兹哈阿兹站 也曾对此作出解释 罗南见敌强调 这项一席悬空的决定应受到尊重 尤其是根据社团法令第18C条文 政党的任何决定是最终且无可置疑的 他相信现任议长丹斯里佐、哈里亚 都会尊重宪法和法治 确保国会免受政党政治影响 悬空上述一席 并通知选举委员会举行补选